皇上 时辰不早了 咱们开宴吧 哼 再等一等吧 还有一人没来呢 可是 让满朝文武等他一人 微臣来迟 还望勿皇恕罪 贤弟你来得正是时候 怎么会迟了呢 快快请起 这位是谁 这是我谢家的嫡长女 谢延晚 郡主莫不是年纪大了 眼睛不好使 耳朵也不好用了吗 本座说的是她 这位是安平的女儿 小名叫林郎 她这静敏的封号还是朕给的呢 啊 静敏县主 扒了她的衣服 丢到外面的湖里喂鱼去 凤七指 你凭什么动本剧主的女儿 就凭她穿的骚 谢延晚顿时将头低了下去 遮掩住了那一抹忍不住的笑意 这乱起来骚包 谁比得过她凤七指啊 凤七指 你不要太猖狂了 皇上还在呢 如何轮得到你做主 皇上 不可吗 安平 你也该好好管教一下女儿 一个小姑娘穿得这么奢侈做什么 拖出去拖出去 皇上 谢延晚唇角笑意扩大 却猛然感受到某个地方的注视 她抬起头来 就见凤七指细谑的眼神落在自己的身上 谢延晚的心情极好 一手扶了扶头发 冲着后者露出了一抹妩媚的笑容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